过年的时候他贴这个单子 然后要求我在星期三以前 我的车位不准使用 大过年想开车出门走春 来到地下室却看到车位旁的柱子 贴了这张公告 警告不准移车 让住户季先生气炸了 他使用的话他要告我 尤其他最后讲说他要告我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有点夸张了 上楼抖搭黑字写着无理要求 要14号车位住户季先生注意 星期三前不准移车 不然造成损毁一定会提告求偿 左下角还盖上了管委会的印章 仔细看大楼机械车位明文规定 限高1米45 但停在上层车位的这台车 车身却有1米6以上 明显超高不符规定 导致停在下层的季先生 只要一移动车辆 上层的这台车 就会撞到天花板洒水器 住户车位纠纷 管委会爱莫能助 私人停车场内就算警方到场 也只能劝说移车 无法强制执行脱掉 但其实这样的行为已经触发 你操作这个机械车位 造成我的车子受到损害的话 会提告 这已经妨碍到下层车主 他行驶他的权利 车主张贴公告说 造成毁损一定高 虽然在民法上成立 但公告内容影响到其他住户 使用停车位权益 已经触犯强制罪 住户不能移车所造成的损失 也必须由车主一并买单负责 为了预示方便停车 代驾可是得不偿失